最近这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 AMD的锐龙系列一直在往多核心方面发展 而英特尔的酷睿则在单核性能上略胜一筹 但随着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正式公布 AMD似乎也将完善最后一块拼图 并在单核占有的游戏领域上全面超越对手 而关于全新锐龙5000系列到底有多强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在10月8日的发布会上 按照AMD官方的说法 才有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CPU 在单核游戏性能上已经完全可以碾压对手了 甚至锐龙95900X可以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游戏处理器 但这些都出自苏马之口 而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 目前在Geekbench 5的数据库中 出现了一款编号为100-35N的工程样品 而它的正式身份就是锐龙95900X 据悉莫屏为3.5-4.6GHz 相比于正式零售版的3.6-4.9GHz低了不少 但考虑是样品的缘故 这样的表现还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主频没有达到最高标准 但锐龙95950X的单核跑分 还是突破了2000分大关 高达2020分 相比于锐龙93950X 更是提高了55%左右 而在此之前 只有一颗超频满的i7-9000KF 勉强达到过2000分 诸如锐龙73700X和i9-9900KS这些 都只有1700多分 由此可见单核性能确实强悍 另外5950X的多核性跑分 也达到了17877分 相比此前3950X 更是高出了20%到25% 不过别忘了 这还是评论较低的工程样品 如果是正式版的话 那么成绩应该还会更高 除此之外 根据推特用户RPSAC称 他也在Geekbench 5中 发现了锐龙95950X 和锐龙95900X的 基准测试成绩 但具体情况却和之前的不同 这些在单核测试方面 锐龙95950X和锐龙95900X 分别获得了1575分和1605分 而上代产品锐龙93950X和锐龙93900X的平均单核分数 分别为1292和1280 与之相比的话 锐龙95950X的单核性能提升了21.9% 锐龙95900X的单核性能提高了25.3% 如果再考虑到频率原因 这样的提升幅度也由基本认证了 此前AMD声称的Zen3加过19%的IPC同频性能提升 另外在测试中 锐龙95950X和锐龙95900X的峰值频率 分别达到了恐怖的5.01GHz和4.95GHz 已经达到5GHz的门槛了 如果再利用AMD最新发布的自动超频技术PBO 那么想要保持16个核心都在5GHz下运行 应该不再是什么难题了 最后作为锐龙5000系列入门级的5600X的 好分情况 也现身在了CSoft RealSandora数据库中 其中算术得分为255.22G OPS 非常接近锐龙73800X的287G OPS 而多媒体得分为904.38Gpx每秒 甚至反超了3800的881Gpx每秒 如果要与竞品i5-1600K相比较的话 优势就更大了 算术成绩高出了13.9% 而多媒体成精更是高出了36.5% 更何况5600X的TDP功耗仅为65W 1600K可是125W 总的来说本市的AMD的Zen3架构确实无敌 如果英特尔不拿出把牙膏挤爆的绝心 自然是无法与苏玛对抗的 这一即将发布的RX6000系列显卡 肯定也会给老黄带来不少麻烦 但说到底我们真的要感谢AMD 要不是因为按摩店的出现 玩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性能又强 价格还便宜的3080和1990K呢 所以AMD YES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